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26日上午在新北市银阁尖山浦平交道 原名货车驾驶疑似是因为没有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导致车辆卡在平交道 被降下的柵栏给阻挡通行 一度受困铁轨上 好在这危急的时刻 原名热心的民众冲下车 徒手将柵栏抬起来化解危机 路口处车辆塞成一团 还有车辆停在平交道上 这时耗制警铃声大响 柵栏降了下来 货车驾驶赶紧加速通过 不过第二辆货车却来不及 被卡在铁轨上 前进也不是 倒车也不是 火车将通过平交道 前军一法之计 一辆白色小货车驾驶赶紧冲下车 徒手将柵栏抬起 让受困货车可以赶紧驶离平交道 过了约11秒列车就来了 整个惊险过程也让目击民众 看了都捏把忍汗 当然不能跟他一起来 要不然如果比较密集的话 他就会卡住啊 事发就在26号上午 新北市英哥尖山谱平交道 通常车辆行驶到这路段 都会乖乖排队 等前一台车通过路口再往前 不过当时却有辆货车紧跟前车 结果前方红灯 变成货车围停在平交道上 差一点点就被撞上 索性热心民众及时出手帮忙 这才没有人受伤 货车驾驶为了强快 变成围停在平交道上 还被栅栏卡住 动弹不得 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后续恐怕还得吃上 最高9万元的高额罚单 记者赞信冯浩宇新北市采访报导